下面说一下做一个网站需要哪些东西 首先你需要有一台电脑 手机是不可以的 PC或者是Mac都可以 第二你要有一个域名 这个域名是收费的 一年100块钱也有五六十块钱的 每年都需要交钱 比如说abc.com 这个去阿里云或者国外的GoDaddy上面去注册 这种域名注册机构有很多 第三要有一个主机 这是域名 英文叫Domin 主机英文叫host 或者hosting 这是电脑 第四需要一个wordpress程序 这是在org上面下载的 这是免费的 这个每年差不多100元人民币 这个每年是几百元 都是每年的 这个是免费的 这是一个程序包 它里面有很多文件 做网站还需要一个主题 叫wordpress的主题 有很多 做网站除了用wordpress之外 还有很多程序 比如说还有什么phpcms 还有最常见的叫德德 第一第一cms 或者说还有什么帝国 有很多这种cms 还有我们可以从零开发 重新写一个cms 写一个网站 或者还有这种纯静态网站 那我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 因为这种方式 价格比较低 也比较简单 而且它的自定义的范围比较多 可以让小白同学 做出更好的网站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种方案 做网站的方案很多 这是其中一个 wordpress.org 它还有一个叫wordpress.com 那个是不推荐的 那是SaaS模式 那个回头再讲 如果有需要同学 可以给我留言或私信 下面还需要主题 主题有免费的和付费的 免费的就是Astra 这个在wordpress的主题库里有 它还有pro版 pro版具有更多的功能 前期学习 先不建议上pro版 因为需要付费 先用免费的 先拿来练手 它的功能很少 或者用Avada 我之前讲过很多次了 它这是60美元 这是美元 前面这是人民币 如果以后做网站 特别是企业外贸网站 可以用这个方式 第六是Elementor编辑器 这是一个编辑器 它也有免费版 当然它还有一个叫Elementor Pro 这也是付费的 前期先用免费版 免费版的功能比较少 但是可以练练手 如果我们需要的功能 免费版里没有 在pro版里有 我们可以再买pro版 但是它这个是每年需要付费的 用上面这些东西 就可以做好一个网站 第七要有呢 就是你的大脑 这个大脑需要多学习 还有需要多练习 学习是一方面 还要多练习 多遇到困难 解决问题 就成了你的经验 有了经验之后 才可以做好网站 主要就是这六页东西